嘞 哟 还等着呢 打完了 啥也不是 完蛋 我一个人打这边巴 打个 还真有点疼 咋就没把你打死呢 这次吃亏了 下次找回来 走吧 等会儿 说好七点回来啊 现在超时了 得夹钱 大哥 我就让你在这儿帮我开会儿车 你还狮子大开口呢是吧 亲兄弟还没算账呢 更活口 咱俩也不顺其事 谢谢老板 财迷 我这叫服务意识 嗯 好啊 你说这叫服务意识是吧 那我问你 你说圣诞节 我送路上些什么地方 把你洗干净了送给他 他肯定喜欢 哎呀 哎呀 这不合适 我们第一次约会 约会 大哥 你太重色情有了 圣诞节我生日 不是要生日去我家吗 哎呀 每年圣诞节都陪你过 今年 换个花呀 你呢 我呢 让陆向林陪你 我呢 去陪陆向欣 你看我脸上的表情 你脸上没表情啊 我最讨厌别人碰我脸啊 你脸上 怎么这么多肥肉啊 诚意 嗯 嗯 你赶紧回家了 啊 天冷入火了 我怕把你脑浆说不出 你是不是要回家了 诚意 你知道 雪落下是什么声音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 雪荣化是什么声音吗 不知道 啥也不知道 滚蛋吧你 你有病吗 我就是有病 百分之四十 第一次明白了不安 极度 失落 是什么样的感受 那个冬天的雪 下得比哪一年都沉重 我似乎意识到了 即将要失去什么 不过 它本就不属于我 第一关都过不去 太菜了吧 我看看 你看 你圣诞节有什么安排啊 我圣诞节 一起过 哦对了 你姐喜欢什么歌什么歌 我姐 她好像喜欢梁静茹 你说我上童话行吗 我不知道啊 给哥们点建议啊 好歹是第一次约会 我想搞得浪漫一点 你五音不全 六律不准的 反正唱什么都一个样 随便挑一首吧 你什么时候聋的呀 你等哥们练好了 给你听啊 行 那等你练好了告诉我啊 好了 挂